苗栗縣政府接火通報 在臺六十一線西濱快速 道路有石虎遭到露殺 這也是今年第十四起石虎 露殺事件 石虎保育協會表示 這片位在後樓跟白沙屯交界的淺山區 在十七號發生了三菱火警 推測石虎七地受到干擾 而被露殺 遭到露殺的石虎就在車道上 一次被多次碾壓 已經血肉模糊 苗栗縣府十九號凌晨接火通報 在西濱公路北上一百一十點六公里處 有石虎遭到露殺 從外觀研判是成年個體 這也是今年第十四起的石虎露殺 苗栗縣府表示 當地因為位在後樓和白沙屯交界的 潛山地區 加上附近有水源 經過農委會公布 確認是石虎的重要 棲地 但這個月十七號 卻發生山林大火 風噬 助長之下延燒快速 相反員雖然及時搶救 還是造成面積兩甲的山林受損 而石虎也因此被迫離開棲地 石虎保育協會表示 石虎七里的潛山旁 卻減停台六十一線西兵快速道路 由於這個路段九十八點六公里處 上個月底也發生石虎露殺 目前除了設立為往 也會和公路總局來研議 建立生態廊道的可能性 來確保石虎的安全 建立健身房換裙 苗栗報導